我承认还有感觉 想起你眼里远冒大雪 有天寒地冻才对能确认 我没白白浪费 爱你那些 如果说风筝飞不了的冬天 这些离开是最长情告别 能被烟烟瓦解 能在西洋可见 最后的剑影 谁为谁纪念 如果说这是脱不开的泪点 你说两个人是两个世界 让一天像一年 让一年像一天 怎么能走进你心里面 说爱你不变 帮我回出来 来吧 薰衣草茶 安神的 阿姨 阿姨 你说我爸的病 到底有多严重啊 不好说 现在只是初期 除了偶尔糊涂 其他时间还算正常 但越往后 发病的频率会越高 到了最后 他可能真的会忘记自己是谁 更别说你和你哥了 就真的没有别的方法 可以治疗吗 只能是延缓发病的时间 没有根治的办法 其实你爸一早就知道 这种情况了 所以他 早早地就把遗嘱离好了 我真应该抽时间 都陪陪我爸的 我刚才上网查了 说要跟病人多交流 这样他才不会很快地 把我忘掉 不啊 你现在应该把全部的心思 放在僵尸 你必须得趁你爸 彻底糊涂之前 把该拿到手的 彻底拿到手 都什么时候了阿姨 你还在跟我说这些 我现在只希望 我爸能好好的 别的我都不在乎 我知道你孝顺不二 可是现在无论你做什么 你爸的病情 都不会好转 所以你必须为自己的 将来做打算 我的将来 反正我爸和我哥 已经给我打算好了 想对你 再请你的 内障 tus a 实话告诉你吧 你的哥哥有私生子了 而且是双胞胎 什么 私生子 对 这生子 不可能 我在醫院看見秦英素了 我托老同事打聽千真萬確 秦英素現在就在醫院 照顧孩子 而且她自稱是孩子的媽媽 這秦英素什麼時候懷孕的 不可能肯定是弄錯了 這孩子 當然不可能是秦英素的 他這麼上心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孩子是你哥的私生子 就是不知道秦英素 用了什麼辦法 讓你哥拋棄了那個女人 他把孩子抱回家自己養著 秦英素是不是瘋了 他才沒瘋呢 他清醒得很 這兩年他一直在吃 我給他開的避孕藥 所以遲遲懷不上孩子 但他清楚得很 在江家沒有孩子就沒有地位 所以他寧可抱著別人的孩子 鞏固他現在的位置 到時候他把孩子 往你爸面前一抱 就說是他和江村的 依你爸現在的身體狀況 他能不相信嗎 到時候這兩個孩子 可就是江氏的合法繼承人了 就算是衝著孫子的份上 你爸也會把公司 交給江村的 可是就算秦英素想這麼做 我哥也不能同意啊 為什麼不同意啊 你以為你哥這麼多年 對你爸嚴廷基從事為什麼呀 不就是為了江家的家產嗎 現在你哥擺明了跟秦英素一條心 你爸有個三長兩短 到時候被掃地出門的就是你 不會的 我哥絕對不會這麼對我的 我相信他的人品 我到底說你什麼好啊 我的傻孩子 人是會變的 就算你哥小的時候疼你 可是現在他有秦英素 有他的孩子 人家才是一家人 你本來跟他就沒有血緣關係 到時候秦英素一挑唆 你哭都來不及 不會的 絕對不可能 我哥絕對不是這樣的人 阿姨你別說了 我實在是不想聽 你說的這些東西我 我根本都聽不下去 哎博兒 哎呀 英素啊 先生 英素出去了 沒說去哪兒 他的手好點了嗎 不太好 剛才下樓的時候 我看他不小心碰了一下 疼得直冒汗 你怎麼這麼早就來啦 你怎麼這麼早就來啦 姐 是你派人襲擊江村的對嗎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都聽見了 那個人分明在跟你打電話 說你要襲擊江村 才不小心誤傷了我 小植 姐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怎麼會把你牽扯進來 你承認了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呀 你知道徐醫傷人是要犯法的 都怪我 我真是糊塗 你說我吧你罵我吧 我做錯了 姐 你為什麼要傷害江村呢 他是你的丈夫 孩子的父親 你怎麼下他去守啊 你說呀為什麼 我怕江村知道你的存在 我怕他知道 我們倆互換身份 我真的害怕呀 他要是不接受我 萬一也不接受孩子 才知道我不能生育 孩子也活不成 我在家家怎麼待下去啊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 小植 都是我不好我鬼迷心窍 我自私 姐 你可真是糊塗 撒謊是小事 江家知道了 大不了我們可以解釋 我們可以賠罪 可是你現在是在犯法 是要坐牢的 小植 姐真的知道錯了 今後再也不敢了 我保證 我以後再也不做錯事了 我求你了 你就原諒我好嗎 好嗎 好嗎 我想吃 再看眼睛都拔不出来喽 看了一个小时了 我什么可看的 还是你对我好啊 你知道吗 我除了你以外 我没有朋友 却写得说 没有亲人 别瞎说 你哥和你爸 都是你的亲人 他们 虽然跟你 没有血缘关系 但我看得出来啊 他们还是很关心你的 你怎么会有 想说什么就说吧 反正我知道 我说什么 你都会反驳我 没什么 说了你也不对 你今天怎么了 说盛辰啊 你相信 你其实会算计 和背叛你吗 我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有些事 不管你相不相信 该发生的 还是会发生的 可我不相信 那是你不愿相信爸了 我曾经 喜欢过一个女孩 很喜欢很喜欢 但后来有人告诉我 她背着我 跟别人男人在一起 可我不相信 我想尽办法找她 为了她 我差点跟我妈断绝关系 可最后 可最后怎么样了 最后她亲口告诉我 她真的劈腿了 所以如果你一定要问我 我只能告诉你 她也相信一个人的结果 只能是自己受伤 那你现在还喜欢男母 没关系 我不会骗你 也不会劈腿 所以你可以相信我 你这都看了一百遍了 还看哪 我只见秦宇宙吗 没有 不过她见安一秋了 我看见安阿姨和宋太太 一块付的约 还给她好卖 说什么三年爆俩没问题 或是不会怀孕了吧 我去你的 即便她是当年 在高架墙上救我的女孩 你现在这种情况 我可能跟秦宇宙的妹妹好吗 对对对 确实不适合现在这种状况 等状况合适了 你还说 开 开个玩笑 闭嘴 喂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我打了一上午 我刚忙完 你找我有事吗 好 你在哪儿 定位发给我 待在原地别动 你怎么不接电话 再来一会儿 你最近好像爱啥开车 雨淇天你去的 我宁愿开车 你早说来医院的话 我自己就可以来的 你要是能来走就来了 长这么大了 还像一个不敢见医生的孩子 没有 其实也没有伤害 这还不严重吗 你的意思是 软组织磋伤了 对吧 润带也撕裂了 听大夫的吧 从现在开始 我陪你一起坐附近 我自己就可以的 你的手是因为我伤的 我应该负责任 我不用你负责 如果我偏要负责呢 咱们走吧 咱们走吧 好 我送 我回送 我回送 好 疼吗 用意 能简直做完吗 安全 简直做完 好 我回送 行 别急 别急啊 来 很好 很好 再来 不错 好 你干嘛呀 你耍我 当我是狗啊 你可别美化了自己了 狗可比你聪明 这让我从来没骗过狗 我不玩了 别呀 还有好几个呢 来 监视一下 我 对不起 秦英座 你对我有意见 你可以说 你用不着耍这种阴招 不是 不是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卧尔 你嫂子确实不是故意的 我带她跟你道歉 你替她跟我道歉 也对啊 你们才是一家人 今天砸我的是个球 明天指不定是什么呢 卧尔 越扯越远了 我说的什么你心里清楚哥 你现在有老婆有孩子 还会在乎我这个 一点都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吗 你说什么呢 什么意思啊 谁 谁有老婆有孩子吗 嗯 可能爸的病 对他压力太大了 你别跟他生气 你今天也奇怪 反过来帮他说话 有什么奇怪的 不是你让我对他好点吗 我去睡觉了 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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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煮咖啡 我今天上班不能迟到 快去 来了来了啊 你能不能别吵我啊 博尔 你能不能稍微等一会儿 我再给英素榨汁呢 太太重要我重要 是我先起的 你好歹也应该先跟我弄 再给他弄吧 他在被窝里的招什么急 没有啊 英素跟先生去跑步了 跑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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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 加油 坚持住啊 哎 姜先生 又出来对练身体了 对对对对 太太跑步 还是第一次见的啊 是啊 快点跑啊 走过这儿 跑不动了 等一下 你平时容易受伤 就是因为你心肺能力弱 我现在就是提高 你的心肺能力 谁说我总生病啊 我给你说说 谁 在这个浴池里边洗个澡 就能摔倒 是谁 整天在包仓的时候 能烫着手 是谁 行行行 我跑还不行吗 不就从这儿跑到家吗 我一定会坚持住的 真的 行 你要是一口气跑到家 我回去让你少做一组 康复训练 怎么样 用不着 我才不会让你看扁呢 要不然 咱就比谁先跑到家 哎 你超过 哎呀 干嘛 站着我 我又没要跟你比赛 你能跑回来已经不错了 太拼了反而不好 算你有良心 嗯 行了 一会儿洗澡的时候 带上这个 当心着凉 走吧 走 走 现在你哥摆明了 跟秦英素一条心 你爸有个三长两短 到时候被扫地出门的就是你 你 不会的 我哥绝对不会这么对我的 我相信他的人品 哎呀 我到底说你什么好啊 我的傻孩子 人是会变的 就算你哥小的时候疼你 可是现在他有秦英素 有他的孩子 人家才是一家人 你本来跟他就没有血缘关系 到时候秦英素一挑唆 你哭得来不及 江总 有什么不满意吗 有几个设计上的细节 跟我们的图纸上不一样 是这样的 我在建模的时候 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就做了一些调整理证 你要知道 我们是这个项目的甲方 这个项目是我们要求的 你明白吗 任何一个小的细节 直接影响他完美的呈现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作品 你需要先跟我们沟通 对不起 江总 我以为 你以为 请原谅我说话直接 我承认你很有才华 你的设计 我也非常满意 否则即便博尔这么立体你 我也不会用你 但是一马归一马 不代表你就有权利 未经我们甲方同意 就擅自修改他 任何一个细节 我希望这样的时间 只有一次 好 我会修改回来 好 可以 有心有心 今天下午两点的会 招商进行了 我陪霍之做完了康复再来 那你午饭怎么办 买个三明治吧 回来的时候开会吃 不是 做副剑 有专业的医生在 你缺干什么呀 我甘邓言我乐意行吗 作为秘书 这事你听我的 行 我知道 都听你的 博尔 我哥呢 他有事出去了 他去哪儿了 怎么那么大的火啊 谁惹你了 我问你 我哥刚才是不是狠狠地 骂了陈凛生一顿 还要他重新做那个模型啊 没有 就是说了几句 这陈凛生擅自修改方案 你知道陈凛生那个模型 做了半个多月呢 他让重做就重做呀 不 这是公事 你别带个人感情 我哥他在公司不分呢 他就是不想让我 跟陈凛生接触 才各种挑毛病 你说 他去哪儿了 你这样我可不敢告诉你 拿来 让我看看行程 不行 不是 你不能看这个 你别强啊 这是局限制 不是 这没有 我 医院 他去医院干嘛了 我哥呢 去帮我拿水了 你行啊 之前是装失忆 现在是装受伤 你能不能换点新的花样 我看都看腻了 博儿我怎么招惹你了 我又没让你来 你不想来你可以走啊 你别以为我哥对你好一点 你就能在江家为所欲为 说到底我是江家的人 你休想把我赶出去 不是 江博儿你越来越过分了 我什么时候要赶你出江家了 我告诉你 我要不是看那爸的面子上 我怎么样 我警告你 别以为你有孩子 你就了不起 放手 我不会认识的 放手 你干吗呢 没事吧 没事 哥 你为他骂我是吗 他手上有伤 你是想把他伤到了 残疾了你才高兴是不是 不是 你别在这儿吵了 你少在这儿装可怜 要不是因为你 我哥不会这么对我 你闭嘴 来 拿着 我不回来 哪也不许去 你我走 怎么 我说话没听见 博儿 这都第几次了 那是你嫂子 我今天需要你 郑重其事地跟我承诺 今后不要再欺负他 不要再胡闹了 好不好 我胡闹 那你呢 我问你你为什么 要否定陈连生的设计 你知道他那个模型 做了多长时间 花了多少心血吗 那你就可以把气 撒在他的身上吗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了 陈连生 他擅自修改了一些设计的细节 我当然有权利 让他改回来 他只是希望这个设计更完美 他没有错呀 他设计得好与不好 不是他说的算 是公司说的算 他作为一个专业的设计师 起码应该知道这一点 他起码应该知道 什么东西可以做 什么东西不可以做 他的这些所作所为 真的让我觉得很业余 他所有的设计都是问过我的 是我同意了吗 那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你经过公司的董事会 同意了吗 伍尔 你要知道 我们这次在上海 建的这个五星级宾馆 直接代表江市日后 能不能进军上海 直接关系到我们江市 今后的命运 这不是闹着玩的 你总是跟我说什么 设计的决定权都在江市集团 我看这从上到下 都只有你一个人决定而已 对 你不喜欢我跟陈林生 所以你就假结霸得 没打压地不让他中标 他只不过是在这些小的地方 做了一些小小的修改 你至于这么小提大做吗 哥 你怎么这么想呢 那我应该怎么想 哥 你真的变了 以前你看不到我 这么伤心难过 我喜欢的你也都会送给我 更不会因为一个秦因素 就这样对我 我真的是看错你了 想说什么就说吧 你 你开车好像顺畅多了 路上都没生气 你发现了吗 因为有更烦心的事要想 没时间生气 其实我一直也不明白 为什么博儿这么讨厌我 其实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你刚来江家的时候 这么讨厌我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就感情不合了吗 那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呢 嗯 我是说 你看我刚失忆的时候 对你戒备心也挺强的 觉得你不是好人 可后来慢慢地 发现 其实你也没那么差 所以 我觉得是你以前跟 咱们俩缺乏了解 缺乏沟通 以后多多沟通 多多谅解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会吗 当然会啊 你和我 还有我们的孩子 我们会快快乐乐地 一起生活下去 当然 一定会的 当然 一定会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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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钟就好了 戒指 什么戒指啊 这个戒指 上次凝视掉之后 虽说不喜欢 可江先生还是 偷偷买了下来 就是尺寸有些大 让我们改了改 可是他一直没来取 正好今天遇见你 你先试试吧 不会吧 我们明明是按照 江先生给的尺寸改的呀 其实本来我是知道 你尺寸的 可是江先生 说你瘦了 没关系 我最近体重变化有点大 这个先放你这儿吧 可能江村 想给我一个惊喜 那我又破坏江先生的 浪漫计划了 真是对不起 我说了没关系 不要告诉江村我来过 那戒指还要不要 再改一下 不用了 说不定过两天 我又能带了 去 这上面的人是我 江村的妻子也是我 这一切都是我的 别人抢不走 你也不行 英素 英素 你怎么不敲门啊 英素 你快下去看看吧 博二跟先生吵起来了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博二闹着要离家出走 以前他们吵是吵 可是从来 没这么闹过呀 行 我先去看看 你烟了 烟了 反正我那天下了 也没有位置 我走还不行了 今天是我语气太重了 我给你道个歉行不行 别闹了 你把我当三岁小孩是吗 随便哄两句就完事了 你错了 姜村 我告诉你 这次我走定了 看见你们我就恶心了 张伯儿 怎么说话呢 行啊 你少说两句吧 行啊 现在 对 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了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一心想着把我从姜家 赶出去是吗 好啊 我就如你们的愿 我走 姜村 你什么臭脾气 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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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了你毛病 你真是的 你怎么不拦着他家人呢 他有地方住 是在为止找安阿姨吗 他跟安阿姨熟吗 马杰 为什么博尔跟安阿姨 特别熟啊 博尔很小的时候 报到姜家来 一直都是安医生照顾的 时间长了 久了 就有感情了 也许博尔早就把安医生 当做自己的母亲了 嗯 嗯 所以如果博尔想让安阿姨 做了也什么事情 安阿姨也应该不会拒绝 对啊 其实啊 是你爸 让我给你换换卖 调理调理 老爷子急着抱孙子呢 来吧 我来先给你把把卖 嗯 来 没事儿 挺好的 你这身体三年抱两个 都没问题 我说的什么 你心里清楚 哥 你现在可是有老婆 有孩子的人 还会在乎我这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吗 我还会在乎我 但当安医求发现什么了 我然后又不告诉博尔了 姐姐说得对 我真是太心急了 可是姐姐 你知道吗 我待的时间越久 我就越舍不得离开这儿 阿姨 这个丝巾呀 特衬脸色 就像专门为您定制的一样 你戴上这个丝巾呢 加上我送你的包跟连衣裙 一出门绝对艳压群芳 是吗 你看你这孩子 一来就给我买那么多东西 我其实平时 也不大出门的 这些也不大用得上 谁说的 您气质这么好 当然需要这个了 陈领生他们不懂的 以后你喜欢什么的话 尽管跟我说啊 还是你贴心的 来来来 坐坐坐 当初啊 阿姨就想要一个女儿 可是你陈叔叔啊 喜欢儿子 不过现在也挺好的 要是你跟我们家 凌晨结了婚 我不是又多了一个女儿吗 那我又多了一个亲嘛 真好 你有胡说什么呢 胡说说都不行啊 就是 我都不着急你接什么 走 干嘛呀 有事 不是 我跟阿姨说话呢 去吧 去吧啊 你们聊 你们聊啊 好 那阿姨我先过去了 我不打扰你们啊 你不用感谢我爸你拿回报信了 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我花钱大家都开心 我还羞食不得呢 江伯啊 你不用在我面前嘻嘻哈哈的 你心里面肯定有事 谁一大晚上要伤伤官们 去扫货啊 除了发泄你还能干嘛呀 说吧 到底怎么了 你看你把我说的 你妈妈开心 我也很开心啊 不对吧 你心里面肯定有事 和家里人吵架的 陈离生 你现在开始关心我了 开始担心我了是不是 我哪有啊 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时间很久很长 我怕 我希望能够给你 一切多点 会记得的学生啊 送上战虚 我觉得这个还有什么 没有 诶 都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走啊 我去看看看看 人家年轻人说这笑笑话 关你什么事啊 我在想 有哪些老朋友 有哪些老对手 这种 好 睡觉 睡觉 睡觉去 江波 都这么晚了 送你回家吧 试音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吓死我了 你别管了 我爸叫醒他 你看看他睡得那么香 我都不忍心叫醒他 要不这样 你呢 就在客厅的沙发上睡 就让他在这里睡吧 妈 这合适吗 我没觉得什么不合适啊 反正早晚 他都是你浪漫 胡说什么呢 还会叫醒他呢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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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念员 我 POLYES оф的 了 我来 吗 她跟我 AWS 我 podcast 我上班已经很了不起的 这回瞧来 又回律了 伞健的 上次那个事情委屈你了 问题是按照我的意思 去做事 我知道 那个秦英素 应该没给你好脸色看吧 我不会跟他们计较的 最近我仔细想了想 那以后孩子们的事情 你就别管了 什么意思 你在我江家做了三十年的 家庭医师 也累了 就到我为止吧 那江春我会告诉他 以后江家的事业 他来掌管 我就不过问了 你是在通知我 我失业了是吗 怎么会呢 你还有诊所啊 正说 我还会留一笔钱给你 你明知道我要的 根本就不是钱 你知道 我能给你的也只有这个 还有事吗 你让我去办的事 我已经办好了 我特意托了医生 加急处理的 真的要去验DNA吗 有些事 终究是要做人了 你想好了吗 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多少清醒日子了 临死之前 我一定要知道真相 好 我去 音声 来来 来 我看还是算了 毕竟你养了他那么多年 是不是亲生的已经不重要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 别放我 为什么你 别放我 解释过 医生说了啊 孩子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不过还得请个护工 要我说啊 英苏 你就应该把那个酒店给退了去 一天一千多块钱呢 咱能省了点钱花 这孩子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妈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我不管谁管呀 这黄家闻脚底抹油就跑了 我要是再不管你 还有人管你吗 妈 我不是说了吗 孩子以后都是我的 少给我提那个人 我倒是不想提呢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都想好了 我打算回江家 回江家 那 那这孩子呢 孩子怎么办 孩子当然不能带回去了 而且绝对不能让江家人 知道孩子的存在 妈 你去安排一下 等孩子可以出院了 就找个靠谱的亲戚 送回老家寄养一下 也行 这倒也是个办法 妈 你可记住了 钱可以多给 但是嘴一定要咽 绝对不能说出来 孩子是我的 这个你放心 我就是担心那个霍芝 你说她要是不肯换回来 或者狮子抬张口 那可怎么办 这个你放心 她是不会的 妈 其实有件事 我想跟你说 我之前一直都骗你 其实霍芝 霍芝就是我妹妹殷华 什么 我也是霍林钟姐 才告诉我的 她说妹妹没死 被她送到了福利院 她一直不敢告诉你 就是怕你去找她 所以才骗你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你为什么还要骗我呢 妈 你想啊 爸这么做也是对的 当年要不是爸爸 把妹妹送到了福利院 以咱家当时的条件 妹妹留在家里 也是死无一条啊 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妹妹病也好了 咱们一家人 又可以团聚了 我就说 怎么能要长得这么像 那你之前干吗要骗我 那是因为获知啊 我刚见到她的时候 她特别地恨你的妈 所以我就没敢说 能不恨吗 是我跟你爸对不起她呀 不过经过 这个时间的相处 她已经不恨你了 所以我就把事情的真相 赶紧告诉她 嗯 你干嘛呀妈 我 我得去找英华去 你去找她干嘛呀 你们俩一见面一激动 叫姜佳人看见怎么办呀 你听我妈妈说啊 我都计划好了 只要我一回姜佳 就把妹妹送出国 咱们好好地补偿她 这这 我们这一家子刚刚团聚 你怎么就要把她送出国呢 妈 你得为妹妹着想啊 你想 她从小在福利院长大的 没学历没背景 她以后怎么办呀 我当时是家里条件不行 所以我才早早地出去挣钱 现在只要我回到姜佳 我就有能力 让妹妹过上好的日子 再说了 妹妹的梦想就是出国流血 咱们再帮她呀 是你好好补偿她 但是我现在就是担心 她跟你一样 一想到一家团聚 就不想出国了 可是妈 咱们是为她好 为了她的前途着想 你可再好好劝劝她 那我就跟她说去 嗯 其实有时相爱很短 其实有时相处更难 我和你微细的坦然 翻面看 却也心酸 你又没有像我一样 我猜你也舍不得放我 落叶离开北风以后 也别太受感 太悲观 相信爱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爱来交换 谢谢这寂寞孤单 谢谢这寂寞孤单 谢谢让我们成长 不算伤 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 笑的灿烂 哭的夸张 你是答案 blush 除幕萱文彩 太悲观了 跟蜜蜜 créd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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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